今天講白衣觀音的修法 白衣觀音在中國是很流行的 以前經常有人唸白衣觀音 有些法師說是真假的 有一次佛青找義工來撕掉白衣觀音的修法 因為大悲咒後面有白衣觀音 說這些是邪的 撕掉了 有些說是真假的 但這個白衣觀音的修法 出處是在五代的時候 有個人犯了法 明天要枕頭 他就很虔誠地唸觀音菩薩 唸唸下有個白衣觀音出現 傳一條咒給他 這條咒是失佛那些 人離能能離生所有災殃化為塵 他就唸唸唸唸 因為明天就半死刑了 寫一寫下明天斬頭的時候 刀沉斷斷壞 斬得不死 這條咒就流傳出來 這條白衣觀音神咒 有些法師就說這條是真假的 因為有效 但有很多人唸了都很有效 每個人學佛都唸白衣觀音咒 就每個人都記錄所有的 教徒很害怕這條咒,說這條是外道念的,不是我們念的 有些法師不主張念這條咒,有些法師主張念這條咒,說這條有效就行 這條咒大狀經裡找不到,因為這是夢壽 我以前未學脈蹤的時候就告訴別人 這個百依觀音神咒,如果你念開就可以繼續念,因為有效 這條有效就行 如果未念的話,就不要念百依觀音神咒,念其他大悲咒 有用的,你就念經典有記載 這條經典沒有記載,夢壽,你不可以說它錯,因為它是夢,法夢 但你不可以說它對,因為它是夢壽,經典也沒有記載這條咒 經典當然沒有記載這條咒,因為裏面有人離能離生,所有災陰化為層 這都不像咒語,這是個願,其實就是個願 你說濕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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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精白,C-B-T-C-B-T差不多, 逆音有少少问题,因为这是五代的时候的逆音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白依观音神咒 所以白依观音神咒在东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咒 白衣公音神咒最重要 因為是公音部母 看講義 白衣公音大師如作胎葬戒次弟 以此增營名蓮花部白衣名 以這個增營作為蓮花部母 所有蓮花部所有的公音都是由白衣公音化出來 這是出生所有的公音 所以在胎葬戒裡公音部有十幾個 最重要的是有十一個 65種護摩用九個 六公音 如意倫公音 天佈的公音 十一面公音 阿修羅道的公音 然後是人道的公音 准堤公音 然後是畜生道 碼頭公音 然後是臥鬼道 牽手公音 然後是聖公音 地獄道 然後是白衣公音 公音部母 然後是北空眷索觀音 北空眷索就是出光明增營 那部經出光明增營 有些光明增營的本尊當是北空眷索觀音 還有一個就是葉醫觀音 葉醫觀音是醫病的 葉醫觀音又是統理一世生秀 他是醫病的 六十五種護摩內用九個 有些人當大世智菩薩都是公音 因為在公音裡面有大世智 大世智菩薩都當是公音 所以公音有很多個 地獄有九個 公音有十幾個 但是十幾個公音 都是以白衣公音為母 所以我們在做六十五種護摩 無論做乳輪公音也好 做準題也好 你都要念白衣公音 先念白衣公音 然後才念那個本身公音 比如你做準題法 先念白衣公音 因為白衣公音是布母 即是蓮花布母 所以這一個就是 宏法大師說的 這個白衣公音 這個白衣公音 形象有和 這是三十三公音的第六磚 這個叫做白柱公音 形象有很多變化 一般來說 一手拿著本經 一手拿著念珠 這個最後 葛閒鈔說 白衣公音其形 持悲柔軟 如天女 穿白衣輕羅衣 即是白色的 那些衣服是白色的 所以我們現在 全部的公音菩薩 都是白衣公音 因為我們現在在拜 那些人 騎奴公音 坐魚 騎什麼 揚之淨水 都是白衣公音 後面有些形象 是拿著正平的 白衣公音 天女 頭髮上 有福白白 即是有些 有一塊東西蓋下來 顯革就是一塊東西蓋下來 這句叫做 頭髮上福白白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有些做上面 有個佛的 有個阿彌陀佛的 有些沒有做阿彌陀佛的 有些有 頭頂有本尊阿彌陀佛 有些沒有只剃到白布 有些是見到阿彌陀佛 有阿彌陀佛 左手是執持念珠 左手執持念珠 右手持印文 這個呢 持這個 波野經 足踏白蓮花 右舉有左手持印輪 右手持楊枝 也可以揚楊枝 或楊枝公音 又是白衣公音 核立二蓮花上 一隻腳踩著一個蓮花 右手拿念珠 右手以大武指甲無名指 這個呢 大武指甲無名指 即是這樣 即是這樣 我們不是這樣 一手拿正平 一手拿這個 所有都是白衣公音 揚枝公音 揚枝公音 又是白衣公音 有些揚枝 有些揚枝 揚枝也可以 揚枝也是白衣公音 這個呢 很多都是白衣公音 其實呢 所有公音都是白衣公音 除了那幾個六公音之外 其他都是屬於白衣公音 另外呢 至上有左手持棒 右手持卷梭 右手持卷梭 左手持波野墳甲 波野墳甲呢 就是這個 我們持的經 就是這個 而北空卷梭 經 卷白 卷九 卷三十載呢 左手持蓮花 右手羊掌 或者養生向上 胎壯戒嚴孟達娜呢 見出來呢 大致相堂 為生澄白黃色 穿白衣 左手持持蓮花 右手作語言印 都可以揚蓮花的 古來以白衣公音為本尊 而其請 色災延命的修法 稱為白衣公音法 或者白柱尊法 這個白衣公音呢 就是要來色災的 因為白衣公音是所有公音的部母 所以我們要念所有公音之前 都加個白衣公音下去 這個呢 多數用來消除一些生壽 生壽的災難 惡性靈壁 你以為是凡太歲 當然 不是凡太歲都可以用的 因為是白衣公音 所以白衣公音是靈很多的 你加起來 念其中一個公音菩薩 你加起來白衣公音呢 是靈很多的 因為已經靈了一個部母出來 靈很多的 白衣公音當然有護摩 它是第26個 26個65種護摩 所以我們會繼續說 65種護摩的本尊 65種護摩 其實裏面有四十幾個本尊 四五十個本尊 有些是經來的 有些是經 有些是一個本尊 有幾個 我們逐個逐個講 講了它之後 大家做完四家行 你要修 或者有些不做四家行 只是耿修儀軌 都可以修 我們一會兒講 耿修儀軌 這個 左手 腹上 唐本以白衣複手 故宏白衣公音 替曾言佛教宗北雪主將 又同本冥宏行道公音 仍以此挑 難為白衣本尊 至曾言者須出 授遙書中 又大師遇作胎藏次第 以此曾言用蓮花布母 故為釋哉 這是环伯大師特別提倡 可見北空眷屬 阿努力加經 這些都是講這個 阿努力加經 雲 觀音在知又話聲觀 拿羅波率以菩薩 即是白衣觀音部母 繼上有揭寶觀 種種耳莊仰穿白衣 這個是白衣觀音 白衣觀音有幾條咒 下面有三條咒 我們左手連最後那條 斯啤鐵、斯啤鐵、坑達拉、巴尊尼索瓦卡 這些都是白衣觀音神咒 當然有中咒 前面那兩條 還有一條長腸底的 沒有大飛咒共長椅都差不多 我們收白衣觀音移軌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做十八度 我們可以用十八度來收 如果你要做胎藏界或金剛界 即是做到四加行的 你都可以用胎藏界或金剛界來收 白衣觀音屬於胎藏界 和觀音都是蓮花布 蓮花布做胎藏界 胎藏界和金剛界有什麼不同呢 金剛界的護身和車夫 車夫是航三勢 胎藏界就是北洞 用北洞 這是用胎藏界移軌做的 但是我們見普通的法本來講 未必一定要照著胎藏界的法本 只是改一改 其實這個結界的時候 如果你是航三勢 當然是結這個印 左轉三下右轉三下 但是你如果胎藏界 就是北洞劍印 那就轉三次 逆轉三次 再順轉三次 這個就是胎藏界 所以這個觀音屬於胎藏界 不過如果你說簡收而軌 當然沒有胎藏 沒有什麼 緊收而軌 如果完全未學過的 那就五次加詞 這個法本也有提 官賞的道長官一葉連印 這個一葉連印 這個兩手內薄 兩手內薄 然後結結 好像蓮花 這個叫一葉連印 食指雙底好像蓮葉 兩母子平生 這個這樣的印 這個結出來就是這樣 兩母子平生 這個好像蓮花葉一樣 兩隻大母子 這樣放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的印 官賞前面有個R字 就變成月輪 月輪 月輪中間有一個Kriko Kriko變成千葉寶蓮 千葉寶蓮 千葉寶蓮上有個白色的Kriko字 就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其實有個亨字 這個就是亨答 亨字 變成白衣公音 這個就是它的字 白色的亨字 亨字或者沙字都可以 沙字就是公音 聖公音就是沙字 這個亨字 就是白衣公音神咒 所以普通 Kiliku也可以 不過Kiliku是 這個 蓮花布的字種 這個 這個 千手公音就是Kiliku 這個就是亨字 白色的亨字 變成白衣公音 白衣公音 一手 就拿著 念珠 一手就拿著 這個就是白衣公音 這個就是白衣公音 這個就是白衣公音神咒 這個就是白衣公音神咒 所以 白衣公音 就是它的作用 很大的 因為我們念珠 所有公音都是要念它 所以我們的法本 就出了六公音 就是念得白衣公音 當然要念六公音 所以你六公音 比如說你修準題公音 或者語倫公音 我們下一次就會說 語倫公音 或者你那些 你都要加上白衣公音 在前面 白衣公音 因為她是暴母來的 你沒有了個媽媽 你念個子女 所以每一個 總之你連什麼公音 都連白衣公音 那就沒有錯了 這個就是公音 這個 語倫公音 出六個公音 語倫公音 語倫公音 就是天暴的公音 這個就是 可以增加福部 語倫公音是增幅的 你可以增加福部 這個 這個咒 就是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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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文都對 那個字種 就是 這個 十一面公音 就是 十一面公音 十一面公音 就是阿修羅道的 白衣公音 就是天暴的 就是 語倫公音 就是天暴的 因為它是遙抑一些天暴的 天暴就是有福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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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天暴的公音 就是專門教導 因為天本身是有福部的 但是它 天都有苦 有五歲尚言 有成 天都很慘 有時 站在臨天門 那兩個都是天 來的 斟茶 滴水 在黃武隔 旁邊捧著蓬徒 那些都是天女 天女都慘 你那些天 你的威力不大的時候 都慘 所以 站在門口 守門口 那些 它都有些災難 所以 就要這個 要這個 雨蓮公音 我們平時唸 雨蓮公音 滿元 所以 有些主張唸很多 雨蓮公音 雨蓮公音 也是常修的 這個 十一面公音 就是阿修羅道的公音 阿修羅道的公音 就是洪伏的阿修羅的 那個皮乃耶加天 就是他洪伏的 這個皮乃耶加天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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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乃耶加天 就是這個 Visno 這個 是韋斯柳 書法 書法的兒子 好像是Visno 還是書法 這個 應該是書法的兒子 Visno Visno 是韋斯柳 韋斯柳 聽 他是有很多老婆的 去到他老婆之後 他就 好下去一次 天天 下次去的時候 就靠了 他小孩 拿著 叉子 不讓他進去 不讓他進去 他生氣起來 一刀斬下去 一刀斬到他的頭去 結果 就進去見他老婆 就說 剛才有一個人 很壞的 在門口 站著 一刀斬到他的頭 哎呀 那個是我們的兒子 結果 就沒有辦法了 找不到 找不到 新手 但是找不到頭 找不到頭 一刀斬到他的頭 就按了下去 變成像頭 這個叫做 像天 像頭 像頭是財神 一手拿著蘿蔔 一手拿著斧頭 斧頭是守門口的 蘿蔔 以為吃蘿蔔 這就是皮那爺家天 皮那爺家先天 因為他 他是 專門守門口 所以他是最中心 最靈的護法 他是守門口 但是 因為他很兇 皮那爺家天 他未洪復的時候 很兇 整天 整天 狗狗鎮 這個十一面 觀音 就化做一個女仔 跟他結婚 所以說觀音出嫁 李先生說觀音出嫁 其實去韓服皮那爺家天 變成 東脈唯一 有兩個雙生 雙生法 雙生法 他不像狀脈 雙生 只是搭著肩膀 六個地方碰到 兩隻腳 踩著兩隻腳 兩條腰 兩隻手 抱著 有六個地方碰到 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大勝風起天 大勝風起天 很靈的 大勝風起天 要來增加魅力 或者分開 和合和拆散人力 在日本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法 因為那些大奧 即是後宮裏面 整來整去 總之一陣又想爭寵 一陣又想租人 所以這個皮那爺家天 是必修的法 這個皮那爺家天 是肉麻油的法 這個皮那爺家天 很靈的 我上一次去京都 很久之前 去京都 去京都 去法衣店 上田法衣店 見到有個佛像 它掩蓋著 這瓶是什麽來的 他說不行 這瓶不賣 這瓶我們不賣 他說 這瓶是皮那爺家天 我說是古董 他說是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 三百多年 都不是很古董的東西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賣給我的 我見到之後 我喜歡 你一定要賣給我的 他說不行 這瓶不賣 結果買了八萬元 八萬元人員 八千元 買了 買了之後 那時候 院師 是跟院師去的 院師 就在車上 中中 中中 黑眼泵 然後 有隻醬 一聲撞到他 撞醒他 所以 皮那爺家丁是醬頭 整隻醬 撞到他 撞醒他 皮那爺家丁 為什麼 他一定要買 因為 拿起那瓶 那瓶 整身發滾 因為他是 用麻油去肉 麻油 用一些麻油去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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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熱水去做 肉麻油 肉完麻油 又要洗乾淨 所以 一拿起瓶佛像 發滾 那個 那個 就很靈 以前是那些 而且 一洗乾淨 它 發酵是金和硬 兩個混合 他不知道 黑媽媽 人家用得多 他都不知道 有金 原來 有些金和硬 有些 注了一些金 下去 一一副是金 一副是硬 一副是硬 然後 他知道 大件事 所以 皮那爺家丁 很靈 所以 現在 不做了 頭頭頭 譬如說 別人的夫妻不好的時候 做一下 他又會好我 別的不要說了 拆散就不要說了 不然 大家就叫我二拉三拉四拉 他沒有空跟你做 你自己去搞定 這個 這個 就是這樣 自己收是可以的 自己收可以 兩條罩 一條是和俠 一條是拆散 一條是和俠 第二天 會傳到 十一面公音 會說到 大聖空起天 以前是很重要的法 以前 每個祖師都要收 因為皇帝叫你做 最大的法 是什麼呢 最大的法 是求雨 求不到雨 你就死掉 皇帝下雨 你快點整停它 你整它不停 你就殺頭都可以 所以 求雨 一定要準 所以我們現在 又要試驗你 那些功力好不好 你就對著天 總之有雨 你就求一下 如果你說 能夠每一次都準 你就做得國師 如果不是 你就千萬 有人找你做國師 你都不會斬頭 但他們斬 你呈不到雨 下不了雨 求雨 求雨 你就大件事了 所以有請雨經 請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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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龍王 能陀不能陀 有請雨經 那個是很重要的 動脈是很重要的法 因為它是用的法 然後 十一面公音 然後 准提公音 就是人間的公音 講得多 准提公音 准提公音 有五個法 准提本身是釋迦牟尼法 然後 他認菩薩的身是准提 認這個憤怒相 就是烏斯摩明王 這個位置金剛 認這個天人的相 就是 驗摩天 即是古炎羅王 他認這個揭磨身 就是能陀不能陀 做事的就是能陀不能陀 所以他涉五個准提 所以我們念的時候 日本就唸幾個 日本就知道他是唸釋迦牟尼法 唸准提 唸烏斯摩明王 唸焰摩天 他就沒有唸能陀不能陀 我就加上去 因為我們的准提升上來的時候 下底是能陀不能陀 兩個加上去 加上去就圓蒙 一個是能陀不能陀 就是等流生 最大的感應就是能陀不陀 因為他是淺 那些越高的菩薩 就越能感應 因為他要求越高 即你越高那些要求越高 而低那些就越容易感應 因為沒什麼人拜 你拜他已經很開心 所以你為一些沒有人收的來收 那些感應就會大些 你為很多人收 因為要照顧太多人 這樣就難些 所以零波車收的 是未開悟的 未開悟的特別威衰 開悟的有時給 有時不給 所以這個准提公音 碼頭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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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畜生道的公音 公音上面有個碼頭 這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法 為什麼呢 以前做護摩的時候 是用碼頭公音 所以你看過護摩的時候 要開爐的時候的抽印 抽印都是用碼頭公音的印 以前是未用北洞的時候 是用碼頭公音的 後來祖師才轉為北洞 所以其實你 如果你是做胎藏界 其實就是用碼頭公音的 車夫 車夫是用碼頭公音的 如果是檸花部 做准提 做成的 不過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是做北洞 其實呢 檸花部 它是三個車夫 一個金剛界 就是航心勢 這個胎藏界 就是北洞 檸花部 就是用碼頭公音 就是用碼頭公音 來做它的本尊 所以碼頭公音 是一個很重要的法 這個碼頭公音 可以 供服外力的騷擾 千手公音 就是臥軌道的公音 這個 碼頭公音 就結這個印 碼頭公音 這個抽印 這個 開戶魔爐的時候 這個 這個 碼頭公音的印 這個 其實念這些 不需要 散念還不需要印 不過結了印 就是用碼頭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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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手公音 這是用碼頭公音 就是用碼頭公音 就是用碼頭公音 很奇怪 這條 就是阿美陀佛的咒 阿美陀佛 就是 這是年巴王的咒 年巴王就是青手公音 就是青手公音的咒 是同一條咒 所以青手公音 其實就是阿美陀佛 差不多就是阿美陀佛 阿美陀佛就是高人怜觀青手公音的咒 這條是年巴王的咒 所以青手公音跟阿美陀佛 大家差不多同體 這個就是臥鬼道的公音 所以我們在清明法會的時候 以前是靈波車做 每一次都是護佛做 靈波車做的時候 他的壇都是安千手公音的 即是超度法會 他是安千手公音的 如果你說要真的超度人 要破地獄 那就用聖公音 聖公音就是兩臂的 但是普通做超度法會 就是用千手公音 臥鬼道 千手公音 聖公音 阿露列卡索哈卡 這個就是聖公音的 所以我們左手執前尿蓮花 右手開膚作節細 這個就是放鹽口 放鹽口是聖公音的 即是一手拿著蓮花 一手拿著蓮花 右手開膚作節細 這個就是聖公音 這個就是聖公音 聖公音就很多用了 所以我們念白衣公音 都可以念那六個公音 每一次收那六個公音 你都可以連白衣公音 連其他五個公音 都是一套東西 所以這個動物的法 它的好處是一組收的 即是一組收的 有六個護摩奴 每人做一個公音 六公音一起做 做得很好 五大使 日本五大使幾百年做一次 五個護摩奴排在 每人一個大使 我們現在年前有五個護摩奴 香港有三個 還可以做多些 看來都可以做五大使 如果有把握的話 不過這個是很大很大的 即是有災難 國難才做的 即是古代 古代很久很久做一次 你現在去日本 看完都很難有五個護摩奴排 即是那些地方五世 它都是一個護摩奴 一兩個護摩奴 已經很厲害了 那麼 這一個 六個公音 接著就是三龜依 接著就是回向 這個就是白依公音的法 白依公音最主要是公音部母 所以廉生所有的公音 都加起來 所以我們不要說這個白依公音 是外道法 有些人說外道法 其實 這個 因為夢獸,所以白衣公音譴教上有點爭論 但在動物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法 大家唸甚麼公音時可以加上白衣公音唸 那就最好了,我們今天講到這裏